这个美丽的女警上一秒还在微笑工作 可下一秒就惨死在了车轮之下 而她今年也才刚满23岁 等到警方赶到时 杀人行凶者早已逃离了现场 他们在周边展开了大面积搜索 但却一无所获 艾希丽怕急了 现在事情远不只是绑架勒索那么简单 汤米不但强暴了小安 甚至还杀死了一个女警 汤米表示这一切都要怪鹿一丝 如果她不说出了艾希丽的名字 如果她开车不超速 那这两件事情是绝对不会发生的 眼看事情已经无法收场 他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快把钱弄到处 然后再处理掉小安 此时的路易斯已经吓坏了 她表示如果小安不喊的话 那那名女警就不会死 小安这才知道自己间接地害死了一个人 但是她又有什么错呢 之后艾希丽给那维森打去了电话 害怕夜长梦多 她主动提出将100万赎金降到50万 也就是说只要他们再送30万过来 那么这件事情就结束了 而她也会见到自己的女儿平安归来 这边的凯瑟琳有一种直觉 她觉得艾达的死一定跟那个强奸了 自己女儿的强奸犯汤米有关 凯瑟琳决定找这个畜生聊聊 于是她再次来到了那天的民房外 见敲门无人音 她便一脚踹开了房门 此时的房子里已经空无一人 等她来到地下室看见地上的一滩血液后 她便更加确定了自己的猜想 汤米这畜生绝对没有干什么好事 很快她就在地上看见了那条属于小安的内部 以及看起来像是绑架过人的一份 她回到警局后 立即叫犯罪现场调查科的同事前去取证调查 这边的凯文已经带着30万英镑来到了爱希莉的家中 她希望爱希莉能尽早放掉小安 爱希莉表示明天这件事情就会有一个了解 凯文走出房子后遇见了路易斯 路易斯直接骂她是个蠢货 路易斯看见她那个蠢羊盾石器不打一处来 他给凯文一顿臭骂 如果不是她的馊主意 那么小安就不会被强暴 而那名女警也不会死 凯文听后彻底懵逼 这边的凯瑟琳已经通过房产登记找到了房子的主人 而她正是爱希莉的妻子 她表示这个房子一直都处于闲置状态 根本就没有外租过 凯瑟琳听后立马意识到是有蹊跷 于是她便决定跟她老公聊聊 很快她就去车来到了农场 通过与爱希莉的谈话中 她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 爱希莉一定是有什么事情在瞒着她 虽然她怀疑那栋房子中曾经绑架过人 但是眼下却没有失踪人口家属报警 就在她要否定这个怀疑的时候 奈维森的妻子海伦却找到了她 可她却吞吞吐吐吱吱吐 说了半天也没说出个所以然 然而就在凯瑟琳马上要离开之际 海伦终于开口了 她猜得果真没错 晚些时候凯瑟琳约来了国家犯罪署的菲尔探长 而交完赎金却迟迟没有女儿消息的 麦维森也坐不住 她将事情的经过全盘拖出 探长听后立马意识到她的财务凯文有问题 为什么绑匪头子要叫凯文去送钱呢 为什么她会称呼凯文为恼人的会计呢 他们决定时刻监视凯文的一举一动 第二天凯瑟琳来到了汤米妈妈的住处 不难看出 汤米的妈妈完全就是个傻也不是的大烟鬼 她表示自从汤米出狱后 她只回来过一次 之后就再也没见过她 眼看没有得到什么线索 凯瑟琳便打算起身离开 可哪成想这个老烟鬼竟然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凯瑟琳有点慌 自己千万万万却还是没能瞒住 她只好表示她儿子汤米与她的外孙没有任何关系 可她怎么可能会醒 这边收到钱的几人已经分完了赃款 路易斯表示自己不想杀人也不会杀人 而艾希莉同样也是如此 汤米见状直接表态 如果他们两人能每人拿出5000英镑给她的话 那处理小安的事情她来做 于是晚上她就拿着一兜钱来到了母亲的住处 她急气不静地朝着她妈妈的脸上甩了1000块 表示自己要用地下室养一条狗 在这期间她不可以踏进地下室半骨 因为那是一条会咬人的恶犬 她妈表示她才不会管她的破事 接着她便将凯瑟琳今天来过的事情告诉了汤米 在得知被自己强奸过的女人被击自杀 并且还给自己留了一个八岁的儿子后 她的心境也在此时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晚些时候她将小安扛进了地下室 接着她便极其变态地躺在了小安的身边 在得知自己已经成为一名爸爸后 她显得很兴奋 于是她决定过几天再杀她 在这期间她要再好好享受一番 第二天她主动走到了凯瑟琳的身前 凯瑟琳见状赶紧将外孙塞进了车中 接着她表示现在检验科正在查看那个内裤上的DNA 凯瑟琳听后瞬间大怒 趁着他们要开车离开自己 汤米赶紧跑到了车前 她不断地重复自己是她的爸爸 不想给她机会的凯瑟琳赶紧猛轰油门火速离开 之后凯瑟琳再次敲响了她妈的家门 她要弄清楚她都回来做了什么说了什么 她妈表示汤米啥也没说 只是借用了她的地下室养了一条狗 在听到汤米不准许她进地下室后 凯瑟琳立马意识到了什么 于是她赶紧用颈棍撬开了门锁 小安终于看见了生的希望 就在她解开小安嘴上的交代时 汤米也走进了家门 听到小安的叫喊声后 她上去就给她老母一个大逼斗 接着她便怒气冲冲地冲进了地下室 凯瑟琳虽然当了警察多年 但她却仍然不是汤米的对手 很快她就被汤米狠狠地打倒在地 接着她便开始一脚接着一脚地朝着她的小腹踹去 此时的她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 而小安则趁此时击解开了最后一道束缚 接着她立马捡起地上的哑铃 用尽全身力气朝着汤米砸去 而凯瑟琳也趁机掏出了警用喷雾 逃出了地下室 由于凯瑟琳浑身多处都被打得脱了脚 所以她们的逃生之路也显得异常迟离 最后凯瑟琳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将小安送进车中 为她关上了车门 在请求完支援以后 凯瑟琳便彻底地倒在了地上 看到这里我还以为凯瑟琳已经彻底地离开了 所以便留下了两行热泪 可没一会儿支援就赶到了现场 好在凯瑟琳还有呼吸 这时大批警力已经冲进了地下室 可是他们却并没有看见汤米的身影 是的 汤米逃走了 好在小安得救了 而凯瑟琳在摘除掉遗葬以后也并没有生命危险 事后菲尔探长对凯文进行了一对一问话 凯文显得很紧张 过程中他结结巴巴漏洞百出 有些细节几乎可以用驴唇不对马嘴来形容 没一会儿他就被菲尔专业的问题问得满头是汗 经过监控调查他们确定 凯文在宋前时根本就没去过那两个指定地点 而是去了艾希利的家中 最终凯文以绑架勒索的罪名被逮捕 他想狡辩一番 但菲尔探长根本不给他机会 这边的艾希利意识到情况不妙 于是便跟妻子表示他要出去躲一阵子 但为时已晚 他被捕时甚至还表示自己是被冤枉的 他妻子也十分费解 大路虎开着小别墅住着 他为啥还要去绑架勒索呢 这个问题只有贪念才是最合理的解释 小安虽然经历了很多难以欺耻的事情 但他仍然表现得很坚强 被强奸的事情除了凯瑟琳以外 他谁也没跟谁说 他暂时不想让任何人知道 包括他的父母 最起码他也要瞒到母亲过世以后 两周后凯瑟琳身体状况恢复如初 这期间汤米和路易斯二人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根本没有任何踪迹可学 直到这天一个投信员走进警局后 事情才有了新的进展 他在送信时打开一家的投信口时 他发现了很大一股臭味 并且他从里面看见了很多苍蝇 他觉得很不对劲 所以就来警局说明了情况 很快一名警员就打开了投信口 刺鼻的气味瞬间扑面而来 他怀疑里面一定是死了人 因为那正是尸体腐烂的味道 在凯瑟琳的授意下 他们很快就用破门锤撞开了房门 不出所料 里面赫然躺着两具尸体 一具是路易斯的 而另一具则是这个房子的主人的 事后凯瑟琳将此事告知了奈维森一家 虽然路易斯死了 但是汤米却仍然在逍遥法外 通过房间内的血液样本对比 他们觉得汤米一定是受到了很严重的伤 因为厨房内有一大滩血迹 并不是死掉的那两个人的 可事实却并非如此 因为第二天他就出现在了他儿子莱恩的身边 他把他骗到了一艘船上 不难看出 汤米的身体状况很差 他表现得也很不正常 与此同时 凯瑟琳的姐姐给他打来了电话 他表示莱恩本应该早就回家了 可是这都过去一个小时了还没有回来 凯瑟琳立马意识到大事不妙 幸好他早有准备的在外孙的衣服里 缝上了一个定位器 很快他们姐俩就根据定位找到了河边 此时莱恩表示他要回家了 再不回家外婆该挤了 可是汤米却并没有要放他走的意思 他觉得他们不适合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而他也不希望儿子经历他曾经过的一切东西 就比如从小到大都和一个老女人生活在一起 说完他就在船舱内洒满了汽油 莱恩瞬间被吓得惊声尖叫 而等待支援的凯瑟琳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他一脚就踹开了舱门 汤米见状赶紧将莱恩挡在身前 小时莱恩 是来得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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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能说了你 我都不想 我会想你 是你去留下一个长期的时间 在你 所以我会想你去记得 你记得 是你把这事给你带上 是你罢了 说完他就要结束这一切 可是下一秒 受了重伤的汤米毫无还手之力 凯瑟琳以奇人之道还至奇人之身 罩着他的肚子上的伤口就是一顿猛踹 接着他拿起一个灭火器 汤米见状请求凯瑟琳杀了他 可凯瑟琳却不想让他那么痛快地死去 接着他对着汤米的伤口又是一顿猛踹 可还没踹几脚 警方的支援就赶来了这里 至此杀人强奸犯汤米终于落网 几天后奈维森来到监狱探监 可是凯瑟却毫无悔不知心 他甚至认为这一切都是奈维森拒绝为他涨工资造成的 在他内心深处他仍然觉得自己没错 因为他才是导致他女儿被强奸和侮辱的罪魁祸首 这就是他相交了多年的好友 我相信如果他身边没有预警的话 那么他一定会第一时间掐死这个垃圾